因应疫情持续的扩大 华林县政府决定全中运势延期举办 而县府也进一步说明 继续如期进行的比赛项目有六项 包括了蜻蜓、跆拳道、滑轮、溜冰、网球、举重以及射箭 由于射箭的场地就在玉里镇 镇长也要求镇公所的清洁队员 15号到20号射箭比赛期间 每天要到永昌分校比赛的场地 进行全面性的清洁消毒 另外避免群聚增加感染的风险 也呼吁民众不要到场加油 在家观看转播 同样可以享受到刺激的赛事 因疫情持续扩大 华林县政府决定全中运延期举办 县政府也进一步说明 继续如期进行比赛的项目有六项 包括清廷、跆拳道、滑轮溜冰、网球、举重以及射箭 由于射箭场地就在玉里镇 镇长要求公所清洁队员 在15号到20号的射箭比赛期间 每天到永昌分校比赛场地 进行全面性的清洁消毒 一般民众不要前往会场来参观 尤其像夜间如果有我们李正平 在运动的话 像这几天15号到20号的比赛的一个时间点 可以选择其他的适当的运动的场所 避免前往这一个比赛的会场 为了保障保护我们相关选手 明天的一个进入场所的一个比赛 我们连夜等一下也会做一个消毒的一个防疫的工作 江东城表示 未来将持续与县府互通合作 关注疫情的最新形势 并且配合办理全中运的相关赛事 另外避免群聚增加感染风险 呼吁民众不要到场加油 在家观看转播 同样也可以享受刺激赛事 记者高双双玉里正采访报道